香港房屋紧缺问题严重,以引起社会广泛讨论。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开康表达关注之情。行基地产作为全港主要的土地持份者。公司主席李嘉诚近日接受香港《文汇报》专访时,他期望日后私人发展相能于土地供应上出一份力。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,行基地支持政府加快土地供应及发展新市镇方面。只要能协助香港发展,解决到房屋问题的建议,我们都会考虑及研究。 山引号李嘉诚在接受香港《文汇报》专访时表示,公司十分关心香港的住屋供应问题,希望政府能更快推出土地,而行基地作为本港主要地产商及土地持份者。 内部亦有一连串增加短,中,长期土地供应的方案,希望可以协助不同需要的市民置业。 翻查资料,截至今年6月底,行基于本港拥有土地储备约1420万方尺,并持有约4460万方尺新界土地储备。 为本港拥有最多新界土地之发展商,短期,1.5万伙重建明年陆续推,行基增加土地的短期方案,除参与兴建过度性房屋及社会房屋,协助解决基层住屋问题,亦积极参与旧区重建,希望能提供更多短期房屋供应。 据了解,行基目前已扣入全部或八成以上业权之市区旧楼重建项目,分布于土瓜环、红磅、大角咀等地区,可于2022年或之后开售或出租。 预计可提供楼面共约369万方尺,估计可提供约1.4万伙至1.5万伙。 此外,公司亦积极参与市建局地盘,本月初纲以81.89亿元投得土瓜环秘利街、荣光街项目,准备投资约125亿至130亿元发展,并正研究区内其他市建局项目,及积极参与镜头政府推出的土地。 李嘉诚说,香港市区有很多楼050年以上的旧楼,涉及不少为例潜建和改动,重建的可以增加市区的新楼供应,亦能改善社会大众的居住生活质素,可满足市场需求。 山隐号,中期,临村土地共享供1.2万伙,公司中期增加供应的方法为土地共享先度计划。 李嘉诚说,恒地今年8月联同会得封就大部临村地盘情交申请。 为目前三个同类申请项目中最大,占地约208万方尺,可供应超过12120伙。 其中有8484伙公屋,3636伙私人住宅。 他笑说,政府去年私宅落成量2万多个,公屋6000多个,合共约27000个。 如果我们临村项目获批,所提供单位以接近去年落成量的45%了。 问到未来会否有更多旗下土地参与土地共享计划,他认为,土地共享计划有助增加土地供应,但也要视乎土地在技术及商业上是否可行,并平衡到股东利益。 由于措施推出时间不长,也有一定限制,目前公司会集中先处理好临村的项目,长远,4460万尺新界土地可用。 而行地长远增供应的方案落在新界区。 他说,香港作为大湾区重要一员,中央亦刚公布前海的新发展方向。 未来深圳的科技发展与香港的金融中心可以优势互保, 成为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商核心,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。 新界西北区角色变得更为重要,而公司目前在新界约4460万方尺的土地处备之中。 位于边境附近的新田区一大约有1000万方尺土地。 而政府重点发展的洪水桥新发展区面积714公頃。 集团在其中亦拥有约640万方尺土地。 李嘉诚直言,目前香港土地发展的问题,在于由密地到建屋速度不够快, 令公屋及私楼的供应不足。 未来重点在于找尋新的土地,加快基建,达至增加供应的目标。 展望香港楼价,他认为往后会保持平稳。 因为政府近年改变公司型单位供应比例自7-3比。 每年私人住宅土地供应约1.29万伙。 而每年的新盘级纳量也是万多伙。 政府正积极密地,有信心未来供应能达标。 李嘉诚言论决要,谈增加土地房屋供应。 告别劳房和龙屋是香港社会共同目标,公司会主动配合及支持。 目前香港土地发展问题,在于由密地到建屋速度不够快。 其实无需收地,在今天梁正善致的客观环境下,大家可以摊出来讨论。 公司内部有一连串增加短。 中,长期土地供应的方案。 大部临村土地供享项目供应于1.2万伙。 接近政府去年公司营单位总落成量45%。 谈社会及营商环境。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。 对本港社会有立干见影效果。 社会气氛大为改善。 营商环境重回平和。 定立香港国安法是为了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。 要繁荣和发展。 前提是要有和平和稳定的社会。 在今天梁正善治下。 对政商关系应该有更正面的解读。 谈越港澳大湾区。 未来前海与香港的联系会更加紧密。 香港必须找紧机遇。 与前海以至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发展。 新界西北、洪水桥、洛马州。 未来与前海之间会有很大的协同效益。 有相当的发展潜力。 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未来会吸引不少本地人入住新界西北。 年轻人可获得更多发展机会。 。 感谢观看